20多年 自己真的真的非常幸运 曾被誉为姚明接班人的 大陆篮球明星易建联 2023年退役 举办盛大仪式 粉丝和球团大佬挤爆球场 可见易建联人气和地位 但已婚有两个小孩的易建联 近日被踢爆 涉嫌性交易 还流出不雅照 多家大陆赞助商 开始撤掉宣传 切割易建联 卷入性交易丑闻 易建联本人还没出面回应前 微博留言功能已经关闭 陆媒统计 已经至少有13家 他代言的大陆品牌 拿掉易建联的名字 风波持续扩大 很多低谷的时候 高光的时候 我都经历过 那么这些所有的经历 包括伤病 我觉得他都是特别的完整 易建联是大陆第四位 进军NBA的球员 陆续效力 公路 篮网 巫师和独行侠等队 2016年曾短暂加盟胡仁 在CBA共12度入选全明星 七次总冠军 国际赛拿下2006年 杜哈亚运金牌 一次亚锦赛银牌 三次亚锦赛金牌 和两次亚锦赛MVP 易建联妻子外形亮丽 曾在新思路中国模特夺冠 与易建联结婚后淡出荧光幕 低调长居美国 婚后十年来 易建联从没传过绯闻 是粉丝心中的好爸爸 好丈夫 现在卷入丑闻 许多大陆球迷不敢置信 希望真相尽快 水落石出 TVBS新闻蔡明轩 李敏珍 综合报导